台积电跟永龄基金会 他们可以拿这样的授权 那可以去分别洽谈这500万剂的BNT疫苗 防疫指挥官陈时中针对政府授权永龄基金会及台积电 采购BNT疫苗 表示这是公部门与民间共同的合作 以买到疫苗为最高原则 陈时中也说明民间团体企业要采购疫苗 需要向药厂出示什么样的授权文件 所以各大厂都只要跟国家来做往来 最主要是因为进来之后都有一些相关的免责的需要 对于这个药厂再有一个免责 所以这上面一定是由国家来做保证 才有办法做得到 再过来就是说只要不管是台积电也好 鸿海也好 只要取得这个德国原厂的BNT 它一定会进得来 强调德国原厂BNT 陈时中希望疫苗是从德国原厂生产 认为国人对此比较有信心 疫苗上面我们当然是也都希望是从德国那边 在那边生产 从德国来的 我们大概基本上在目前我想国人对这也比较有信心 至于采购模式 台积电是否跟永龄基金会一样 是透过代理商授权德国出货 陈时中只回应有很多商业模式可以谈 另外也表示两家公司各有他们的采购管道 当然希望两者都采购成功 不过就像政府购买疫苗 不见得每笔都会成功 困难仍然很多 政府会和两家公司一起把困难排除 新唐人亚太电视高正龙黄燕林 台湾台北报道